美国企业三巨头亲自上述拜登 劝说拜登停止对华芯片的禁令 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呢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文talk 我是卢中成 针对拜登政府打算进一步 限制对华芯片销售的倾向 美国几个芯片巨头企业 现在是彻底坐不住了 近日美国芯片三巨头 英特尔高通和英伟达 这三家公司的高层 亲自上述拜登 希望他放弃进一步 限制对华销售芯片的打算 显然对于是否要加大 卡中国脖子的力度 美国政界和商界的态度 存在着巨大分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才导致在中国还没有出手的情况下 美国芯片三巨头 就先一步替中国回击拜登了呢 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 想要详细了解的话 大家可以站在两个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首先是站在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 拜登政府要出台更严厉的限制措施 这肯定在造成企业损失同时 这也是能实实在在的阻碍我们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至于长久下去 它能否成功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更何况 相较于一时的损失 中国今后迅速撅起 才是拜登政府更加无法接受的 其次我们站在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 拜登政府的限制措施 无论将来如何 对他们企业当下而言 都是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而退一步说 中国的产业真的要因为美国的制裁 升级失败了 而美国之后取消了限制 其结果呢 也就是美国企业 平白无故的损失了几年的订单 而如果更大的可能性 是中国成功了 实现了技术上的升级 那就意味着美国企业三巨头 就将彻底失去中国市场 这上述两方面的结果 不论是哪一种 都不是美国企业想要看到的 所以三巨头的高管们 才会前往白宫 开启他们的自救之路 实际上去年美国 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当时美国国会 提出了一个很荒谬的法案 该法案要求美国各大公司 禁止使用由中国公司生产的 半导体零件 一旦该法案要通过 那也就意味着美国企业 未来在进口任何电子产品的时候 都要把里面可能带有 产自于中国的芯片给去除掉 先不说这件事情做起来有多难 光是这一环节所带来的成本 到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如果这些损失 美国政府能够替他的企业承担 那些企业可能还能够扛得住 但是拜登政府显然是没有这个打算 也没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众多企业的联名要求之下 那条法案最终还是被打了回去 所以说此次三巨头又一次亲自上述拜登 估计也是有这种想法的 试图提前把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所以说三巨头此次游说拜登未必真的能奏效 可是该做的努力 他们自然还是要做的 不然的话 一旦拜登政府后续真的通过了加码限制对华芯片销售的法案 那造成的损失可就是伤低800自损1000了 最终直接会将美国的芯片行业飞向凛冽的寒冬 不过没办法 那他们是咎由自取 各位说是不是呢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